伊朗当地媒体13号援引伊朗太空组织官员的话报道称 伊朗计划在下个月底前再次把一只活的猴子送入太空 伊朗太空组织副主管哈米德·法泽利12号表示 目前将第二只猴子送入太空的准备工作都已就绪 在下月底之前就能完成发射计划 法泽利说把猴子送入太空是伊朗载人航天计划的一部分 伊朗计划在2018年将人类送入太空 今年1月伊朗曾经宣布将一只猴子送入太空 并安全返回地球 不过随后就有西方媒体质疑这一事件的真实性 英国《泰晤士报》曾报道称 从伊朗公布的照片可以看出 太空猴在上太空前右眼上方有颗红质 毛色比较浅 然而当这只猴子返回地球后 右眼上方却并没有质 而且毛色也比较深 《泰晤士报》据此认为 伊朗可能成功发射并回收了太空舱 但太空舱里的猴子已经死亡 伊朗用另一只活猴代替 针对西方媒体的质疑 伊朗方面坚称 太空猴安全返回地面 而且非常健康 伊朗国防部长瓦西迪表示 西方媒体的质疑是对伊朗的太空项目 深感不安的表现 在外面下方的质疑是对伊朗心 Zeit 硬并不准当 是从这不完美的居民